男人身上这些地方越大 哪怕是到了中年 也有女人抢着找你 在这一个郎多肉少的一种时代 男人若是不十点进的话 好姑娘就被别人给抢走了 第一点就是出息大 一个大男人又是整天是无所事事 只知道关在房间里面打打游戏 局限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 一看就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女人是不会选择跟这样的一个男人在一起的 不是因为他吃不了苦 爱慕虚荣 而是因为他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一个希望 所以才不会浪费自己的一个宝贵的时间 男人只要自己努力的奋斗 又出息了 又能力给妻儿幸福的一种生活 女人就会上杆着来撩你 第二点就是一个度量大 女人最不喜欢的男人就是那种凡事都斤斤计较 对人抠抠瘦瘦 看起来一点都不大气 他都不好意思将你带出去 尤其是当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女人都是有一些小性子 就是一种吃软不吃硬的 男人若是拉不下脸来跟女人道歉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戏了 女人是需要哄的 男人是要懂得去包容他 宠着他 疼惜他 才能够如何女人的一种放心 让他对你死心塌地的 第三点就是一个本事大了 所谓好看的皮囊 千篇余力 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 女人固然喜欢长得好看 身材好的男人 但是呢 肤浅的心动是不会长久的 他最终呢 还是会被男人美好的一种内在所征服 因为呢 随着时间的变迁 再帅气的脸也会给衰老 女人呢 也会越来越成熟 对于外貌不再那么的重要 更在乎男人有没有真材实料 男人呢 不论是长相如何 只要呢 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一种内涵 妹子照样呢 会头还送抱的 只要满足了以上三点 女人呢 会把你当成抱 爱你爱到不得了哦 大家觉得男人身上哪一些地方 要大 女人会更加的喜欢呢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哦